坦台玄众宣布完毕之后 九脉首席带领长老弟子离开空虚秘境 待他们回到各自秘境之后 便依照得到的试炼名额 根据自己脉戏弟子的实力排名 挑选参与试炼之人 直至夜幕降临 各大首席才确定下参加试炼的弟子 并且将这些弟子召集到身前 认真仔细地叮嘱着一些什么 一日有时出客 日晨 九大首席带领九脉参加试炼的弟子 如亲来到功勋道场 当然 神速兵也挑选出了一千五百名 已经触摸神魂屏障的 练魂镜大圆满弟子 坦台玄众祭出灵州 让时脉参与试炼的五千名弟子上了灵州 随后 看着正要上灵州的十大首席 他突然开口 此度诸神战场试炼 除了功勋首席和功勋一脉太上长老 跟随本宗主前去之外 其他人就不用去了 闻言 九大首席皆是一愣 圣魂道人更是白眉一皱 攻下身来 宗主 在以往诸神战场试炼时 我等仙门首席不都要跟随前去吗 话音未落 坦台玄众又闭一挥 一股强悍的灵力便骤然击中圣魂道人胸膛 圣魂道人口吐鲜血 身躯被洪飞百丈砸落在地 此情此景 令沈苏冰在内的九大首席解释一争 谭云清楚地记得 圣魂道人是奸细之一 在他看来 坦台玄众主要是因为这个 才出手教训圣魂道人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圣魂道人连忙爬起来 不服在地瑟瑟发抖 不知属下哪里惹怒了宗主 还请宗主恕嘴 坦台玄众凝视圣魂道人 眼中掠过一伤而似的杀机 怎么 本宗主做事 还需要你交不成 宗主息怒 属下不敢 谅你也不敢 好了 你和其他首席 回各自一脉吧 属下遵命 圣魂道人和另外八大首席 领命之后便驾驭灵州 费力了功勋道场 蔚蓝苍穹之中 灵州上的圣魂道人心声嘶吼 坦台玄众 你得以身吗 过不了多久 你皇甫圣宗 气数便会尽了 即使你还不是会被本首席 身后的势力处死 功勋道场里 沈苏兵姐妹 已随坦台玄众 移到略上灵州 而后坦台玄众 便驾驭灵州 好时一刻 飞出功勋秘境 接着 又飞出皇甫秘境 朝天伐山脉 深处的神魂仙宫 闪电般击驰而去 灵州上 石脉弟子脑海中 浮现出宗主 击伤圣魂道人的一幕 此刻看着宗主 多数人显得小心翼翼 而令谭云开心的是 此次诸神战场 试炼的九脉弟子 与自己有生死之交的 九脉弟子中 除却吐槽君之外 剩下七人全都来了 皇甫听风七人 不顾自己脉戏弟子 质疑的目光 上前就与谭云等人 开始交谈 皇甫听风 看着谭云有些迷惑 谭仙弟 怎么最近几年 一直没有看到 施瑶紫燕的影子 谭云微微一笑 将几人带到一间修炼室之内 随后 女扮男装的 忠无施瑶和薛紫燕 也走进了修炼室 在布下隔音结界之后 薛紫燕便与众人 嘰嘰喳喳说个不停 在交谈里 谭云得知皇甫听风几人 由于在内门时乃是天才中的天才 故而进入仙门之后 同样得到重点培养 这几年里 几乎一直在戒子时空法宝内修炼 如今也都触摸到神魂景屏障 同时谭云也得知 吐槽军士受了风雷道人青睐 正在闭关修炼 不宜参加试炼 转眼又是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 功勋一脉弟子 谭云皇甫与木梦义 在诸神战场试炼 资格战中夺魁之时 以及三人被宗主 侵封圣子圣女之时 仿佛长了翅膀 传遍了整个皇甫圣宗 尤其是从外门晋升 拜入内门功勋一脉的 千名弟子得知之后 皆是激动得欲无伦次 他们知道 自己拜入内门之时 显然玄对了脉戏 而整个外门弟子 更是彻底轰动 甚至有的灵胎景大圆满弟子 放弃云神峡谷失恋 便突破胎魂景一重 拜入内门功勋一脉 他们如此破解 自是因为担心内门功勋一脉 招收弟子名额宝盒 而导致自己无法败入其中 除了谭云的名人效应 造就外门弟子 想败入内门功勋一脉之外 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 内门功勋一脉挑选弟子 不是看资质 而是看忠诚度 其二 外门弟子得知 仙门功勋一脉 有每种属性修士修炼的 强大功法 只要通过内门功勋一脉 这跳板 待将来晋升仙门功勋一脉 便可进行修炼 于是乎 在这三种原因下 外门掀起了 败入内门功勋一脉的狂潮 当然了 也有自是甚高的外门弟子 拥有远大报复 刻意不败入内门功勋一脉 准备将来 在另外就卖一张宏图 如今弹云之名 在皇府圣宗 可谓是如雷贯耳 在圣门 亦是成为众多弟子议论最多的对象 许之弹云 乃是自祖师爷建宗以来 唯一一名三门第一的强者 三门所指 自是他在外门内门先门 同时得到第一强者的荣耀 他的荣耀 在三门弟子中荣光万丈 成为三门最闪耀的星辰 时光如梭 又是两个月 谭云驾驭灵州 来到神魂先攻山门上空 他又闭一挥 一捧隔音节节光目 便笼罩整艘灵州 他扫尸灵州上 整齐而立的五千名弟子 接下来 本宗主所讲的话 事关生死 都要听清楚了 你们应该清楚 神魂先攻 永恒先宗 与我皇府圣宗 迟早会有一战 他们将我圣宗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而你们 是我宗先门中 最为强大的五千名天才弟子 可想而知 他们定会非常希望 在诸神战场试炼中 将你们赶尽杀绝 咱们 咱们 呗 感谢观看